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就是全台有超过5000万颗的过旗弹 那是不是北部只是冰山一角呢 而且金曝说南部可能更多 好那现在呢台中市府来串联了 包括新北桃源都要加大力度来追查 到底进口弹的流向去了哪里 好看到呢在新北市的巴黎台北港的仓储就查获了 中央续产会存放220万颗的进口弹 其中191万颗都已经过期了 进口至今都没有开封过 好那看到仓储人员就说啦 这个仓储呢只是续产会存放进口弹的小仓储而已哦 更大的在南部 这边存放的是南部仓储放不下的 好桃源呢在周末的时候去查核了42家的传统鸡蛋商行 那么这一家众益蛋品预计呢会把散弹的部分呢 在今天会全数来回收 桃源副市长这个苏俊斌他就说啊 中央至今还没有提供流向日期等等 地方手上也没有资讯 就好像是在大海捞针 让人民人心惶惶 那台中市长卢瑟任就说了 中央应该赶快来公布进口弹的流向 那么地方至今到现在都是在大海捞针 大海捞蛋像是在办案一样非常辛苦 台中呢在昨天是去加班 去查了早餐店啊市场等等 目前是没有发现违规的情势 包括标的日期也好 或者是有这个有问题的蛋等等 好那看到现在很多的业者会担心说 是不是会用到有问题的蛋呢 所以包括这一家知名的连锁港式茶餐厅 民香园板桥店呢就说 好现在要无限期来停售 像是这个没有熟的蛋啊 滑蛋半熟蛋料理等等 那现在这个业者也说了分店的生意至少掉了 这个1.5到2成左右 好看到呢刚刚说到这个重疫蛋品 就被发现呢 它的散装蓝蛋是没有标示品名跟产地的 而且没有杀菌的疫蛋 它产地直接写台湾也被质疑 是不是在洗产地呢 可是呢这些蛋都已经流入市面了 所以呢市议员就痛批说 这就打理了农业部说 不会有进口蛋用散蛋的方式流入传统市场的说法 那么台北市员许巧新就指出说 这个进口蛋的保存期限多久 看得出来农业部说法都是变来变去 痛批成吉仲不要再说谎了 仔细检查异象象的蛋 桃园市卫生局追查进口蛋的流向 发现其中一家重疫蛋品 不仅散装蛋位标示产地 还混合国产蛋跟进口蛋制成未杀菌的疫蛋 标示产地还是台湾 而这些蛋早就已经流入市面 进口鸡蛋经过吸血液子以后 跑到传统市场去 这个是不会发生的 未杀菌的蛋液啊 它就是流到了传统市场 地方县市政府自己击查到 而且重重的让农业部的谎言 摊在阳光底下被戳穿 农业部重重被打脸 离服的是桃园市政府12号 就跟农业部索取巴西蛋流向资料 却被拒绝 台中市14号询问同样遭拒 现在只拿到部分的资料 中央不配合 让地方只能靠自己 拜托农业部尽快地给地方政府 所有席血加工业者的清单 不用大海捞针的去查蛋 新北基查进口蛋物流场 也发现中央存放了191万预期的巴西蛋 地方政府大海捞针查蛋 行政院终于指示启动跨部会联合击查 只不过农业部光是蛋的保存期限 说法就变来变去 13号才说进口蛋会喷食用蜡延长寿命 三天后却又改口 农业部他们一直在说谎 有90天的版本 110天的版本 120天的版本 光是能够保存多久 农业部却找不到一个统一的说法 进口蛋将近四成 高达5402万颗蛋需要被销毁 再加上仓储的费用花费 恐怕要四到五亿元 高升部长的陈吉仲 却连声抱歉都不肯说 陈吉仲声音五天 记者会上市越描越黑 进口蛋销毁 钱要全民吞 难怪陈吉仲被炮轰是坏蛋 应该要快点滚蛋 记者刘叔叔涵才报道 你进口的时候就发现有食案问题 那现在被揭露说 整个超市大家有疑虑 为什么农业部不愿意 针对库存的部分 重新抽查 看有没有药材 这是很合理的要求 但农业部也完全都不愿意做 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就是查验 他们就从查验这关 就都已经我要讲的是 不愿意做 不是做不到 是不愿意做 然后再来呢 这些过期的蛋 他们被标示了 不明的这个所谓 席选的那天开始做 他的制造日期 这件事情 我们的农业部应该要去告诉 这些席选的厂商说要怎么标 可是从现在的业者的说法 农业部只会逼着他要拍道歉影片 但却没有告诉他们应该要怎么标 标示不实的法规 跟贩卖过期食品的法规 是两件不同的事 标示错误法的比较轻 那四万块到四百万 你贩卖过期食品 最高可能要罚到上亿元 所以请问为什么 你要选择比较轻的方式 用120天去帮这些厂商开拓 这是第二个 你农业部在查验上面的问题 下架之后 大家就会关心说 这批已经我们都认为 那叫做过期 只有农业部觉得还可以继续吃 一般人都认为已经过期的鸡蛋 下架之后去了哪里 这就是卢秀燕市长站出来讲说 他们一开始 先打电话给农业部问 我们真不要脸的农业部 还好意思讲说 因为打电话来 不知道说他是谁 所以没有提供公文 我们有多少政府部门 跟政府部门的沟通 都是先用电话沟通 然后再出公文 这个是因为紧急情况 先用电话联系 可以讲的部分就先讲 不能的部分 我们后面再补公文 什么都可以 我就不信你农业部看不出那支电话 或是无法查核那个电话 就是来自于台中市政府 所有的地方县市政府动起来 真的是各县市政府要赶快去查 因为这些蛋它是很有可能 虽然已经过期了 厂商就便宜行事 赶快送出去 赶快跟别人混在一起 才不会有什么损失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